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禅化苑 虚缘唐善书 生天并不难 主住先佛为济公活佛 济公活佛将 诗曰 寺外秋山黄叶愁 范音飘渺润心头 蓝烟野店无声过 散尽人间及许愁 盛世 无今日降住 生天并不难 第四章 楼阁天宫 西时 有一个有许多为贸易商人组成的商队 以罗子 马匹附载着货物与珍奇财宝 前往新头国交易 希望能从中获得巨大盈利 当他们抵达新头国之后 很顺利地卖掉了一半的货物 而且获利甚丰 于是 他们决定继续前往苏伟罗国贩卖剩下的货品 虽然他们从未去过苏伟罗国做生意 但凭着一股赚大钱的力量驱使 于是 商队又风尘仆仆地启程 然而 由于路径不熟 商队竟然中途迷路 从灼热如熙的沙岛进入一座灌木林中 这座灌木林道路崎岖 既无水源亦无实物 只有许多恐怖的乌雕偶翔 商人们在南边方位的闲道上 心急如坟地缓缓前行 没多久 在如梦如幻中 前方出现一座殊胜华丽的宫殿 这座宫殿共有二层 第一层宫殿是由百根巨大的琉璃当制柱 柱头则以宽广的水晶 珊瑚 或是车渠及珍珠铸造而成 第二层以千根较小的宝石为柱 宝石之间露刻图腾 以光耀亮板巧妙掩蔽 宫殿屋顶则是以纯金琉璃瓦覆盖 辉煌的宫殿台阶交错 美丽精巧 周围有莲池清流 不屋不够 绽放着许多五彩缤纷的奇花 白莲 众树节有果实 芳香荡漾 宫殿中有一位相貌庄严的天神 正由天女群所围绕 弹奏着小鼓 大鼓等乐器 商人们目睹这个景象 心中顿时升起恭敬并礼拜天神 此时 天神问商人们说 如等为何会到此地呢 商人领队回答说 我们是因为迷路而到达此处 不知您是哪一位天神呢 天神回答说 无乃塞利沙家天神 是这挑显路沙盗之守护神 商人领队问说 您是以和姻缘而得以住在此华丽的天宫呢 天神回答说 无乃因为往昔所造福业 而得以住在此华丽的天宫 商人领队又问说 您是造了何种福业而有此善行果报呢 天神回答说 我前生名叫帕耶西 是居萨罗国的国王 虽然我身为异国之君 但不相信因果 也不相信有轮回 认为人死后就灰飞烟灭 所以千令苦客 不肯施舍 某日 一位广博多文又善于辩论的出家人 名叫纠摩罗加叶 为我宣说正法 除去我愚痴的错误见解 就如暗示见到光明一般 我自闻笔法后 即归一为在家居士 并持守五戒 远离杀生 不偷盗 不饮酒 不妄语 以自欺为满足 我因为常行欢喜不识 又有清静范行 故 依此福业而得以生此天宫 我居住在此已经超过五百年 此天宫名为楼阁天宫 商人领队说 我等为求距离 前往苏伟罗国做生意 却中途迷路 其请天神能指引我们出去的道路 生意结束回国后 我们将会为您举行赛利沙家大祭祀 天神说 如等物之行赛利沙家大供养 如等应多做布施等善行 并修学正法 避免造下恶业 才是增加服业的正确方法 经过天神指引后 商队终于顺利踏上旅途 安全回归自己的国家 与妻子聚皆欢喜愉悦 行赛利沙家大供养 布施修行 故在家人持守五戒有莫大功德 世人切莫轻忽 《长阿寒游行经》中记载 凡人持戒有五种功德 哪五种呢 一 凡所有求 折得如愿 二 所有财产 增益无损 三 所到之处 众人敬爱 四 美名善欲 周闻天下 五 身坏命中 必生天上 所以 在尚未解脱之前 欲生天享福者 必须持守好五戒 未来必能如愿也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弃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助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